台铁太魯格号事故夺走了49条人命 200多人轻重伤 事发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 交通部公布了新政调查报告 不过这份报告内容 让零难者家属无法接受 其中包含涉及刑则的联合大帝 竟然也参与调查过程 让家属痛批 这不是求援兼裁判吗 还表示看不到台铁改革的决心 当初2018年台铁出事的时候 想起宝贝女儿还是止不住悲伤情绪 台铁太魯格号事故当中 夺走49条人命 200多人轻重伤 交通部的行政调查报告 在18号终于出炉 但是零难者家属不能接受 监造单位联合打定 应该是被调查对象 却被邀请共同调查 这份报告公正信 也让零难者家属提出质疑 探勘报告中的陈楚名单最高层级 直到台铁局副局长 虽然交通部长王国才回应 等到八月 运安会报告当中 有最新市政 会再对陈楚名单进行调整 但是零难者家属 只想知道台铁有没有痛定思痛 口中喊的改革 做不做得到 从普悠玛罪到太鲁局 多少个家庭破碎 多少个生离死憋 但了一百多天 这份不痛不痒的调查报告 让零难者家属更形透 华街新闻黄铣江玉文 台北报道